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脖子上面带遗物 其一 佩戴观音 若是想要通过脖子上挂的配件来提升运气 那可以挑选佩戴观音像 观音本身就能够影响到人的运势 而且观音像可以辟邪还能招财 因此佩戴观音在脖子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其二 佩戴佛像 佛像建的较多的就是金材料和玉材料 事实上 不论是佩戴哪种材料 对我们的财运影响来讲都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靠在脖子上佩戴吉祥物 来为自己提升运气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挑选佛像 这样我们的运势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提升 其三 佩戴珍珠 珍珠都是从合棒的身体中取出来的 本身有着很强的灵气 佩戴珍珠对女性来讲 较大程度上可以提升运势 珍珠不仅可以提升运气 事实上 它也能够使得一个人变得更加健康 身心也更愉悦 其四 必喜 必喜在风水学中能量非常强劲 能够聚财 聚福 辟邪 女人佩戴更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好的运气 长期有着如下的表现 改善女人的气色 让女人心情愉悦 相由心生 心情好了 面相也会更好 其五 佩戴项链 项链 其实其本身的气质 就是和脖子比较匹配的 因为项链的形状造就了其可以很好的与脖子的气质相符合 因此 如果想要选择挂在脖子上以旺财的配饰 那么项链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 在脖子佩戴项链 其实对个人的运气提升也是非常大的 想要招财 转运 首选就是转运珠了 转运珠简单大方 而且性价比高 对于男人来说是比较实用的 转运珠通常是一种小珠子 有各种材质制成 比如玉石 水晶 金属 檀木等 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 去选择适合自己材质的转运珠 还可以用红绳将转运珠串起来 佩戴在手腕或者脖子上 有吉祥如意招财转运的意义 其七 葫芦 佩戴葫芦能够招财转运的原因 源自于葫芦的谐音 葫芦 是一种风水吉祥物 葫芦能够起到很好的驱邪转运的作用 很多人喜欢购买比较小的葫芦 作为装饰佩戴在脖子上 既能够起到装饰作用 又能够招财转运 一举两得 其八 黑药石 可以戴在脖子上 能够恢复人的精神 但在佩戴之时 还是建议将黑药石戴在右手上 因为佩戴珠宝 需遵循左进右出的传统 黑药石属于吸纳性宝石 需要将能量释放出来 因而建议将其佩戴在右手上 黑药石可增强生命力 从而提高自信心 对用脑过度的上班族和创意工作者来讲 佩戴黑药石可缓解工作压力 从而起到平衡能量的作用 其九 水晶饰品 水晶的种类非常多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比如说 如果是单身的人 想要得到别人的喜爱 想要赶紧脱单 享受甜蜜的恋爱生活 那么在选择的时候 肯定应该倾向于粉水晶 或者是草莓水晶 如果是已经结婚了 或者是有对象了 希望两人的感情 能够变得特别稳定和谐 那么这个时候 自然就应该选择紫水晶 紫水晶可以让伴侣之间 变得更加甜蜜与快乐 两人之间不会有第三者介入 这种美妙的婚恋模式 可以一直持续到老 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选择劣质水晶 而且要贴身佩戴 不要轻易给别人触摸 否则将削弱其作用 其实 狗牙 传说中 狗可以驱鬼避邪 尤其是黑狗 而狗牙具有安神护身的作用 狗的嗅觉很强 不只是我们能了解的味道 甚至于一些人类记忆中 不存在的味道 他们也能闻到 例如鬼怪的味道 就是因为它本身 有那些锋利的牙齿 具有辟邪的效果 因此在民间有粮多的人 喜欢收集狗牙 用枝来做成狗牙手链 或者是狗牙项链等等 佩戴在身上 用来辟邪 戴狗牙的好处 是可以作为装饰吊坠 戴在脖子上 另外 狗牙是不会掉色的 而且形状是小巧的 戴上比较好看 二 如何增强福报呢 大家都想要做一个有福报的人 所以就想着要调节自己的风水 其实这些只会阻挡一部分的气场 归根到底 积累福德还需要从自身做起 两者结合能够给自己增加福报 如果风水好了 自己的心是混乱的 这样就不利于福气聚集 第一 与善者为有 这第一个建议就是多多和善人交朋友 那么什么才是善人呢 说白了 也就是善良的人 《太上感应篇》曾经有一句话 道过善人的好处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诱之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谓之 上述这段话的道理很简单 大家应该都看得懂 就是说 福祸并非平白无故而来 其实都是自己行的善业 恶业 感召过来的 而善业做得多的 也就是所谓的善人 别人都会尊敬 老天也会庇佑 财报 健康 长寿等福报等跟着 邪气都远离 天神都卫护 这个其实和佛法中的描述完全吻合 所以说 道法佛法 虽然从最高处看有一些分别 但在中间大部分时候 都是惊人的相似 大家就应该更加相信才是 而我们明白了善人的重要性之后 一方面是自己要多做善业 增加善力 另一方面 也要多多结交这样的朋友 毕竟我们大部分人的业障很深 恶业也很重 很多时候 虽然想要往好的方向去走 但是力量却不够 就会出现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尴尬情况 这时候 您身边是什么样的人 就很重要了 第二 拜智者为师 第二个建议就是多拜智者为师 这里的智者也就是聪明人 而且不是那些玩弄小聪明 教你怎么偷奸耍滑 坑蒙拐骗的人 而是有大智慧和大格局 指引你往更高更好的方向去走的人 在佛法中 对这样的智者 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 那就是善知识 从广义来说 诸佛菩萨都属于这个范畴 当然了 老子 孔子 墨子 庄子 孟子 寻子 韩非子等等子也都是 善知识并没有任何门派之分 只要是德才兼备的圣贤都算 您不管和哪位学习 都必定大有必义 我们常说 开卷有益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诸位圣贤已经不在 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 还是有很多留下来了 那就是诸子百家的各种书籍 您在读这些书的时候 其实就相当于聆听这些大善知识的教诲 除了这些已经不在的圣贤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活着的善知识 他们的能力和境界也都远远高过我们 多去亲近他们和他们学习也一样非常有好处 因此要想积累福报 除了佩戴饰品之外 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好的运气 另外还需要积极修佛 与人为善 到了晚年就可以享受幸福生活 如果只注重风水 什么事情都不做 福报就会很快消失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